专家们万分紧张地打开了其中一个棺杆 结果却看到了让他们有声难忘的一幕 棺杆一打开 看见女尸的手边放着一只桃树枝 这种桃树枝 它蒙滑的那个心芽 好像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桃树枝放下去 充满着生命 那个绿色的生命 非常非常非常 我们当时震惊了 湖南怀化挖出一果双关夫妻合葬墓 当专家打开女主人棺杆的那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傻了 只见女尸安详地躺在棺杆中 手里还拿着一只桃树枝 就像刚刚睡着了一盘 还没等专家反应过来 女尸竟然诡异地动了起来 这一幕把所有专家当场吓得贪软在了地上 难道女尸是死而复生的吗 然而更加让人毛骨悚然的还在后面 当专家打开男性墓主棺杆的那一刻 也直接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 男性墓主居然也保存得十分完好 就在这时 一张神秘的纸张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专家仔细观察后 直接激动地大喊 我考古一辈子都没有见过 居然是一张来自八百年前的广告 那么广告上到底宣传了什么呢 女尸又为何会在棺材里冻着起来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起死回生之术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季带你揭秘 元代不服古诗之谜 1985年的一天 位于湖南省淮化市圆陵县双桥村的一位村民 张秋明像往常一样上山挖红薯 与以往相比 这天较为凉爽 张秋明打算趁着好天气多挖一些红薯 然而红薯没挖到 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件除开的土中居然出现了刺眼的亮光 张秋明赶紧放下锄头 小心翼翼的扒具盖在上面的泥土 老张惊呆了 居然是一只精致的玉簪簪 此时的老张越想越不对劲 立马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当地的文物局 半个小时以后 考古队员迅速封锁了这一地点 并且就地展开发掘 前期的挖掘工作 进展得十分顺利 在清理完墓葬周围的杂土以后 墓葬的轮廓渐渐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墓葬 在讲究后葬的古代 这样的墓葬规模并不起眼 根据周围环境来看 墓葬也没有常见古代贵族经常使用的防盗措施 同时墓葬埋葬的比较浅 在前期挖掘的时候已经能够看到棺木的大致形状 由此考古专家判断 这种简单的安葬方式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并不高 墓葬的研究价值也不大 在确认墓葬的年代以后 考古队员展开了进一步的发掘 可在除去了墓葬表面的泥土以后 他们发现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并不容易 由于墓葬所埋葬的环境处于红砂岩区域 土质硬度极大 用现代化的挖掘工具都很难找开 古人是如何做到的呢 又为何要把死者埋葬在这里呢 正当所有人为此感到疑惑时 墓葬的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分显眼的盗洞 这也让所有人变得更加紧张 如果墓葬被盗得干干净净 那么他们出动着百事号考古队员就白忙活了 万幸的是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 最后发现这个盗洞只有20厘米深 就连先进工具都奈何不了的岩层 救下了这座墓葬 随着发掘工作的一步步进行 专家逐渐感觉到这座墓葬与众不同 密封它相当好 有几层石棺包裹 最后才看到躺在墓室正中间的墓棺 近视于我们现在的水泥 它的做法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水泥的混林 混林整体浇注 当时的平民百姓 应该不会采用如此先进的保存方式 从事多年考古工作的专家心里很清楚 躺在墓中的只可能是贵族王侯 但是具体是哪一位 那就只能打开棺材才能得到答案 当专家打开棺材盖板的那一刻 却看到了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幕 我们把棺材一打开 看见女尸的手边放着一只桃树枝 这只桃树枝 它萌滑的那个心芽 好像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桃树枝放下去 充满着生命 那个绿色的生命 非常非常非常 我们当时是震惊了 只见棺材内部躺着一具没有腐烂的女尸 手里还握着一只长满嫩芽的桃树枝 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然而就当众人仔细观察女尸的时候 原本嫩绿的桃树枝在一瞬间变成黑色 紧接着女尸的身体也开始诡异的动了起来 所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直接瘫软在了地上 难道木主人死而复生了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 考古队员发现了两个墓穴 其中分别摆放着两具棺木 由此专家推测 这是一座夫妻核桃墓 经过几天的发掘 人们期盼的时刻也终于来临 只见墓葬周围的山坡上站满了人 随着考古队员除去最后一层土 两具棺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让专家感到惊叹的是 整个棺木保存的十分完好 没有一点被损毁的痕迹 棺木上所印的红色雕花图案 还显得栩栩如生 经过测量内棺长两米 宽0.4米高一米 专家万分紧张地打开了 其中一个棺杆 结果却看到了 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幕 我们把棺杆一打开 看见女尸的手边 放着一只桃树枝 这只桃树枝 它萌滑的那个心芽 好像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桃树枝 放下去 充满着生命 那个绿色的生命 非常非常非常 我们当时是震惊了 这件桓内的女士面容栩栩如生 经历上千年的埋葬仍旧没有腐烂 就连手中握着的桃树枝 都长出了嫩绿的心芽 这一幕直接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它基本上是 关于 人的持续 它所有的尸体 包括陪葬物品 都浸泡着 水水 中红色水 关于 它整个由于它有早期腐败的这个 这个 这个特征 所以整个官艺 包括 它的那个官艺 都是 基本的 是 所以 官艺非常非常 非常 然而 就在他们仔细观察 官内的女师时 桃树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 专家们连忙对棺木中的文物 进行抢救性发掘 几乎每发掘出来一样文物 专家心头的震撼就越发强烈 因为前前后后 一共出土了一百多件奇珍异宝 一件比一件精美 一件比一件华丽 通过这些随葬品 专家基本上可以断定 墓主人非富即贵 这也让所有人激动了起来 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古墓 的的确确是一座贵族墓葬 在绿观上面盖的有一个绢布 盖的一个绢布上面写的有文字 在出土的一块果板上 清晰可见 谭氏夫人的墓牌 这可以证明 这位贵妇姓谭 在古代母平子贵妻以夫容 女人没有地位 所以仅凭谭氏夫人的墓牌 并不能确定墓葬所处的年代 以及墓主人的身份 专家查阅了大量的古籍和地方制 仍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座墓葬的记载 按照常理推断 如果是贵族墓葬的话 应该在史料上会有详细的记载 可这座墓葬除了谭氏夫人的墓牌 和那些珍贵的陪葬品以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 难道是古书遗漏了吗 还是因为这座墓葬 有着不想让后人知道的秘密呢 就在众人还在猜测墓主人的身份 以及所处年代时 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棺墓里的女士 居然诡异的自己动了起来 我们开关的时候 首先就发现她的被子 已经被当时她虎枪脏气 脏的那种程度 把她的盖背都拢起来了 完了呢 她到后来呢 她虎枪又回溯下去 那么就在被子和虎枪之间 出现了空气 所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得腿软 瘫坐在了地上 接触空气后不久 女士体内居然排出了气体 然而更加诡异的是 尸体上完气以后 又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腐败了起来 就好像一开始 见到的桃树枝一样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整局失手 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这让所有人感到疑惑 女士长期处在 密封的环境当中 体内为何会诡异的 出现这么多的气体 尸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烂 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所有人被这一现象 吓得冷汗直冒时 专家突然注意到 女尸的舌头露在了外面 这也让她联想到了 震惊世界的东方睡美人 也就是 马王堆汉木出土的心锥夫人 她刚出土时 也是舌头暴露在外面 难道这两者之间 有着什么关联 最后 湖南省的医学专家解释了 尸骨身上的诡异现象 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 很可能是就是说 它这个防护处理 可能是不是很到位 那这样的话 就导致它这个体内 它这个人体内 有很多气生菌 那这个气生菌呢 它有一些是一些产气感菌 那这个产气感菌呢 它本身就是说 会它去复食这个尸体的时候 它会产很多的气体 那导致它这个腹部 就是积了很多气 简单来说 就是有些细菌能产生气体 尸体腐烂的时候 产生的气体就集中堆积在了体内 直到棺盖打开 棺内的气压发生了变化 尸体内的气体就冲了出来 之所以尸体会迅速的腐烂 也跟这些气体有关系 舌台要冲出来 它上去发育一定程度 舌台冲出来 有个钢银的冲出来 女尸腹部隆起后 很快又扁了下去 专家认为 还是产生细菌 吞噬人类机体 造成的气压差在作怪 气压得到释放 女尸腹部自然会瘪 虽然女尸体内产生气体的原因 得到了解释 但让人遗憾的是 此时女尸已经无法保存 工作人员只能将所有希望 寄托在仍未打开的二号棺 然而 当专家打开 南木主棺材盖板的那一刻 再一次被眼前的场景吓傻了 专家们万分紧张地 打开了其中一个棺盖 结果 却看到了让他们 永生难忘的一幕 我们把棺盖一打开 看见女尸的手边 放着一只桃树枝 这只桃树枝 她萌滑的那个心芽 好像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桃树枝 放下去 充满着生命 那个绿色的生命 非常非常非常 我们当时是震惊了 湖南怀化挖出两具 八百年前的不服夫妻 不仅皮肤颇有弹性 就连眉毛都根根分明 两人看起来就像刚刚睡着的一样 如果不被考古专家挖出来 估计还可以在棺材里躺个上万年 专家还在棺内发现了一张广告 已经出土 就轰动了全世界 因为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广告 那么广告上到底宣传了什么产品 牧主人又是谁呢 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 专家决定打开二号棺 一探究竟 男时开关的时候 他整个 当时我们都惊呆了 打开盖板 我们就在关义中 就漂浮着一块木制的 栏木做的一个灵牌 这个灵牌呢 也就是当地的 也就是当时的民俗的一种做法 叫地契 就是它到阴朝地府 首先要买地 买它在阴泽 虽然已经过去700多年的时间 但是在酒间的喷洒下 还能清晰地看到灵牌的内容 灵牌采用了一种奇特的书写方式 在按照正常书写顺序写下第一行后 第二行却采用了特别的倒写方式 大元国 江南湖北道 陈州路 元陵县 东关景和坊 分居图者 黄成存 根据县制记载 元朝时期 元陵县属于陈州府管辖 而这块灵牌上明确记载的文字 也终于揭开了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在二号棺果中 还同时出土了两枚金玉满堂 长命富贵的元代金币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牧主人黄成存 就生活在距离今天700多年前的元代 从那时来看 他是一位十分长寿的老人 他的子当属寿终正寝 插了他的直观表 因为他这个男子 官不大 不小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市长 生活在700多年前的黄成存的身份 最终得到了证实 是一位地方官 但为何限制对于他的墓葬只字不提呢 因为有一个因素 因为元代是少数民族 对大韩民族的东西 那么我们的词记 点击也好 知道我们全家 然而让专家感到兴奋的是 二号棺中的不服男师 黄成存的尸体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甚至皮肤还有弹性 更加让人惊奇的是 不服男师的毛发十分完整 甚至还留下了他用来扎头发的发迹 现在这位中年78岁的老人 就静静的躺在园林县博物馆内 和马王对汉母中的女尸摇摇相望 然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为什么在同等保存条件下 黄成存的妻子谭氏出现了腐败的现象 而自己的尸体却依然栩栩如生呢 就在这时 一张纸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经过对上面的内容进行试读 居然是一张来自700多年前的广告 这个广告呢 就是我们这个元末出土的一张广告 虽然它是就是一个方寸之间的 一张指印的木雕版的一个广告 但是它是我们迄今全世界出土连带 最早的一张广告 在这张广告上清晰的标明了 它所宣传的产品叫做银珠 而且为了能够将自己的产品 与其他商铺的区分开来 广告纸上清晰的打上了 大小不一的五个房位标志 这也是世界上现今有据可查的最早防伪标记 长沙马王堆出土 心追夫人不服的神奇传说 已经让世界惊叹 而元陵县双桥出土的后背黄成存 又再一次让世界见证了 直到如今都无法解释清楚的 中国古代防腐技术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给小鸡加个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